好 剛才同學 其他課的時候 問到一個問題 那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在上一節的 一開始的時候有提到它的方法 它的方法就是剛才的什麼法則 Smart Smart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一節是自根 主要是講自根 詞語這些東西 那但是因為每個人選文的目標不一樣 那聚焦很重要 就是你要focus在你想要的目標上 所以剛剛這五個我們來 我們再你一次 specific 再來measurable attainable result-based time-based 那我們以剛才是 我微國說的 微國說的那個問題你講一遍 就是雖然單字我們現在back 但是有時候真的在期盤上 同樣一個單字的寫出來 或者是聽到腦外這個講 它其實都弄得很多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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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正常 因為你剛剛講的目標呢 我幫你再聚焦一點 好 你剛剛講的目標其實是 一個精準的說 叫做 如何看懂 讀文 英文 讀文 好 但是你剛剛提到另外一件事 老外說這個字的時候是不同的意思 那個是不太一樣的範圍 因為那個是比較日常生活會話 也有可能是商務的 也有可能是學術的不一定 那我們先回到第一個問題 就是如何看懂讀文 如何看懂讀文要回到根本 叫做back to basic 好 那 上個月 上個月 因為我不是有看一些那個 英語教學的影片在網路上嗎 好 在YouTube上面 如果你打 好 多益 趙王老師 全民撿的也有 因為台灣這邊市場為主 TOEIC 那地叫多益 現在網路有點慢 也不少 手機不給益 你看它卡住 卡住的原因是有人打給我 但我要拒絕 好 OK 因為他同事做三件事 所以卡住了 OK 那同事要接電話 同事要 你看好了 對吧 好 那你只要一 Google 然後影片 就是找一堆一堆一堆 好 我之前幫同一家線上 學習公司拍的 那他們上個月打給我 曉老師 有學生問 我們新版的考試 跟舊版的考試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我們今年沒有開新版的 他們現在賣的是去年的 錄的影片 那去年是九 今年是十 比如說靠谷體 九跟靠谷體十 官方出的靠谷體 然後我就 我的回答是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所以剛才微博問的問題 再回來 其實沒有版本 只有根本 萬變不理中 全部不脫離這三個字 來請一下 Input 中間 process 最號 output 那 input 叫什麼入 輸入 對吧 也就是我剛是不是講 我們家小朋友 學講中文 唐詩的例子 就是在做什麼 Input 輸入 就一直唸 就一直唸 一直唸 好 那個我媽媽 她阿嬤 因為是幼稚園老師 畢業 就是當25年幼稚園老師 而且她都教大班 所以我媽媽總是把我兒子當大班教 好 有好處有壞情況 她每次都問 為什麼她這個還不會 我說媽 她才還沒上小班 你知道嗎 然後這樣子 她會忘記 人通常會以自我為中心 你知道嗎 因為她教大班教太久了 她應該會註音 媽 她才三歲 要這樣逼她 RELAX 不過有一個好處是 因為我媽媽就是 教幼稚園 教幼兒園的嘛 所以她很早就去買了一個三字經 好 人之初 性本三 性相近 幾相遠 類似這種東西 我們一般人都只會背前幾句 對不對 好 我問你朋友隨便問 三光澤 日月行 對吧 就例如這種東西 我兒子後來 跟著我兒子背在背道後面 坦白講 所以有人說 小孩子來教爸媽的 小孩子不是來給爸媽教的 因為透過小孩 你會學到更多東西 你本來學不到 好 所以呢 暫停這 Input 她阿嬤就開始養成一個習慣 在她一歲多的時候 早上起床喝牛奶第一件事 三字經自動播放電子書 就給她搬下去 然後才會從第一篇呢 唸到第四十五篇還是四十八篇 就一直唸 香酒寧人能溫習 龍失睡能讓禮 這後面全部都有 好 立局長一些知識 我就是後來聽這個 我都聽到有一些會背的 那這樣的狀況下 有一天到一歲半的時候 各位一歲半 好 一歲半 雖然有一天我跟我老婆在聊天 我不知道怎麼聊 聊到三字經 然後我們就講了前面開頭 就沒想到那個 兒子就一路給她 一路給她接下去 一路給她接下去 每一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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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好 太厉害了 再撐一下 电池复活术 没想到他一岁半 他竟然把半片全部背完了 半片全部背完了 我们全部瞎傻了 那原因很简单 因为他连续每天听三字经 从头播到尾听了一个月 所以我们以为他喊什么二牛奶 都没在听 其他都在听 于是他这个就顺口就讲出来 那这个就是什么的功能 input 好 所以微博 你刚问的问题很简单 先破解一下 为什么老外说那个意思我不懂 因为你没有天天听英文 好 因为一个字有好多个意思 它完全不是你想的 好 我举一个好莱坞电影里面出现过的 叫做 我们之前好像有讲过 前几趟 好 这个句子 好 取这个句子 来 我们签一下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go there 来 我给你翻译一下 每个字都会 I'm sure you want to go there 请翻译 确定你想要去哪里 好 这字面上意思 那给你一个情境 这是一对情侣在吵架 情侣在吵架 好 这时候翻译可能不一样了 真的会想要去哪里 好 你还是挺多在什么 去那边 好 这个就是字面上的执着 好 英文叫 Let it go 好 要如何 好 再生气再吵架 所以呢 你真的要分手吗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了 Are you sure you want to go there 你确定你要这么做吗 确定要这么做吗 好 分手 很好 所以go there 就不是去那边 go there 是这么做 好 可能是分手 可能是翻旧帐 可能是怎样 怎样 但那个go there 不要被拘陷在 拘泥在 去那边 这个字 不然你永远就翻得出来 所以那个情境很重要 所以你要看那个情境 好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 也是很简单的字 What will be 我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对不对 好 之前 来听一下 What will be will be go What will be will be 回广 我猜猜看 每个字都认识 我猜猜看 先假 只想 家蕙已經退休了 哈哈哈哈 我都不去 我都不去 所以不是字的问题 是句意的问题 那像这种呢 就是要大量的input 就是平常你就要input input 那其实input 你不要把他想的太困难 或太复杂 看电影是不是一种input 是啊 聽音音網歌是不是找個input 是啊 看影集新世紀福爾摩斯 也是一種input 就是隨時都在input OK 那你自然而然會知道 喔 原來這個字還有這種用法 喔 原來這個字是這個意思 好 點點點 昨天我在看那個CSI 有沒有人看過 Miami CSI 昨天那一部 那因為昨天這個有要出門 所以害我這個沒看完 不過還是學到一個字 就是他們在辦一個案子 有很多女模特兒被謀殺了 從一個被謀殺 然後追蹤到 在一個保險箱裡面 有很多女模特兒的照片 然後這一群女模特兒全部被謀殺了 然後警方去把那個保險箱打開 然後一看 比如說女性用品跟這個塑膠袋 然後跟女模特兒的照片 這是連續殺人犯的Trophy 聽到一個字 Trophy 平常你不會用這個字 比較不會 好 但你在影集裡面就聽到這個字了 這是那個變態殺人模 他留下來的什麼品 Trophy Trophy 當然這是用在不好的方面 所以他殺了一個人 他就記錄下來 我殺這個人 殺了一個人 又記錄下來 我就殺一個人 所以總共殺了多少人這樣 Trophy 但是在南洋街上課的時候 我們的智慧課本裡面出寫這個字 但是在課本裡面當然不是寫殺人的Trophy 是寫什麼 那個拿破崙 拿破崙征戰各地 他只要打贏哪邊 哪邊戰敗輸給他 他就會把那邊有你的東西帶回發過去 當作什麼Trophy 後來聽說他打到義大利羅馬 拿到羅馬的時候 看到那個弧形的拱門非常漂亮 但是拿破崙那時候 還沒有工具機械設備把它搬回法國 所以他說沒關係搬不回去 我們法國人怎樣 自己蓋一個 所以後來蓋了法國巴黎的什麼 海旋門 就蓋那個海旋門 他就這樣買了Trophy 所以像這個就是我在課本裡面看過 我在影集裡面沒有看到 但是用在不好的殺人魔的Trophies 但是拿破人的Trophies 你就可以對照 就是你只要常常接觸英文的東西 你就會慢慢進去 OK 那我們好像還講過另外一個例子 所以先回來講這個 來一起 What will be will be What will be will be 這沒講過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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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中文如果我翻的話 這沒有標準答案 What will be will be 我翻的話叫做 船到橋頭 自然直 哪裡有船 哪裡有橋 沒有船也沒有橋 那老師你為什麼翻 船到橋頭 自然直呢 因為是翻意 而不是翻字意 OK 那這個是靠什麼 那種大量的input 你才有辦法做output的動作 給我 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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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巨一 然後 input的巨子 對 要input巨子 沒錯 所以不是單字 我們這個詞源是輔助性的 給你一些詞源自根的東西 幫你大量增加單字 但其實真正 所以為什麼 豬勇 老實說這個海詞 我都怎麼跟各位講 好聽一下發音 Trophy 好 然後聽完發音會念之後呢 Trophy 好往下看一下什麼 直信 好看完直信聽一下什麼 She won a silver trophy for shooting 來請 She won個 She won a silver trophy for shooting 有沒有 剛剛我說例句啊 要看例句 所以絕對不是看那個字 除非你就說 老師我考多一 多一的第一階段聽力跟閱讀 第一階段聽力跟閱讀 事實上也需要句子 但如果你就是時間很不夠 那就先被單字 好 但是如果要真的拿高分 八九百分 那就一定要靠這個 OK 好 就是例句的部分 要多看 好 那最簡單最輕鬆的方式 看電影啊 看影集啊 我們之前有講過 看電影的方式 看電影的方式 看電影的方式有四步 有講過吧 看電影的方式有四步 第一步 Enjoy it 第二步 關閉中文字幕 第三步 關閉英文字幕 第四步 中英文字幕都關閉 所以其實有四個不同 不是看一次 常常說 如果去電影院看電影的話 那個我看電影學英文 那個沒有太大的作用 有一部電影至少要看四遍 四遍 才是真的是看電影在學問 好 那輸入跟 輸出 輸入跟輸出 中間還有一個叫做處理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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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每天 聽一段英文 任何英文都可以 有沒有每天 讀一段英文 任何英文都可以 有沒有每天 讀一段英文文章 譬如說 譬如說 閱讀 閱讀的文章 閱讀的文章 這邊 最近我又播了幾遍 御英寶 就是有 寶外寫的文章 OK Livesaving program helps young mother and hurt infant fotality down 就是下降 in Finland and the US OK 預音好 這什麼東西啊 那幸運的話 還會聽到這個錄音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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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賴士雄 今天願意為大家獎金 Oh lucky you 今天是賴老師親自獎金 聽一下本事片段結構 請大家打開 我常常能解釋英文 這個雜誌第五十一頁 Hello everyone This is Ivy Welcome to Ivy League I am political English Today we will be going over page 51 in your magazines The title is the making book 另外一位是外寫 不過就有所信 這一位應該是ABC ABC 不過他幾乎就是 美國人的意思 然後他們用英文解釋英文 為什麼呢 因為終極的目標 就是 你剛剛問那個問題 終極 ultimate 最高等級的目標 就是我們要變成英文思維 為什麼你會老後會別人有了某一個字 因為你用中文在翻譯他 那怎麼樣不會有錯誤的翻譯 就是你直接用英文去試看 那就喔 還幹什麼東西 你會了解他的意思 就算你不很精準知道字意 但你也知道距離 那你就會可以猜出他的意思 所以那不是用翻譯 因為用翻譯就會出問題 因為是跨文化的意見 OK 所以這個資源在我面前 請問你可不可以 一兩天兩三天第一篇 就算你沒空看 那你用聽懂 對 聽懂一句算一句 好 聽一段 二三十分鐘 這一天就聽完了 聽完之後 欸看完了 然後下面還有單字 面語啦 用法啊等等 對啊 我幫你收集 就是每天要累積 要累積 那如果你要那個 論文 有數解 也是有數解的方式 那個私底下在我網 有書籃 有這種書籃 就是教你怎麼樣 快速的抓句 快速的理解他的意思 有這種選舉 但那個是技巧 有工具 如果你要有實力養成 最好用這種能力的方式 都有 不瞞各位說 我剛到英國念書的時候 剛開始嘛 前三個月 那個巨型電影不熟嗎 當然考過世了 但是一些 千字一萬字的論文 那個還是不熟的嗎 那怎麼辦呢 台灣建宏出版社 從近來就有一間叫建宏書 建宏出版社 建宏出版社 有一本薄薄的書 這本書叫做 英文論文巨型大全 他幫你把所有 英文論文裡面的開頭 中間轉折跟結束的巨型 全部都整齊 所以我去英國念書簡 就看到這個如莫句 為什麼 因為寫論文的時候 就在那裡放旁邊 我想要開頭有沒有 As far as someone is concerned 謝謝 各位好 我再講一遍 英文論文 大概是這樣 不是很清楚 英文論文巨型大全 一本綠色皮的 現在我猜應該有更多這種工具書 那時候是找到這一本 所以你要寫論文的時候 就把它放在旁邊 我現在要開頭了 趕快來 放到開頭那頁 它十幾 二十句 然後挑第八句 為什麼 因為第八句看起來特別厲害 特別長 或是特別高級的感覺 這上面坦白講 前三個月是這樣弄出來的 前三個月 但三個月後 你就不用了 因為很多巨型結構已經內化了 內化之後你就可以自己寫了 慢慢你看的書也多了 看的書也多了 你就會覺得那好像有點老 因為我們看完更高級的寫法 以前會覺得這不錯 因為沒有看過 沒有比較過 那這樣表示你在進步了 但是那個工具有的 有這種工具 轉折 此外有好幾種 in addition besides other more 轉折 never the best not the best in addition to 它就放整出來 所以剛開始不熟的關係 它都放整好 就翻翻翻那頁 跳一個 謝謝謝謝 再轉過來 跳一個 first second third 等等 ok 好 所以實力量成型的 或者技巧工具類的 都可以提供給各位 好 那講回來 講回來我們的自根 我們自根呢 比較是這個 怎麼說呢 來雅虎 你說說看 自根是什麼概念 它其實比較不是素實面 它不是素成 但是它比較是什麼 人理歸納的概念 人理歸納 我認為還有一個很重要的 現代人比較沒有耐心去學的 這是文化的部分 文化底蘊的部分 中文叫厚積薄法 其實它背後 坦白講 我收集了快100本自根出 我現在連10本都還沒看完 看了9點多本 然後花了5年才研究那麼一點點 我學人說老師還要45年 因為還有90本嘛 OK好45年 希望我還有45年 可以把那個聖教的研究 坦白講我認為研究不完 但是這個研究的過程是非常有趣的 你去讀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你去讀聖經 你去讀很多 甚至從這個西方的點部文學 西方的神話故事聖經 去對照到東方的很多的東西 這個也有認識一個老闆 很有趣 他專門讀一本書 古代的書 叫山海經 山海經 有人讀過山海經日看啥用了嗎 沒有 它是一本誌怪小說 誌怪 其實講一些怪物怪獸的 其實本來聽說成書是在春秋戰果時期 然後它是各地區的人 各國的人 當時小國 各國的人寫出來的書 本來是寫什麼 地形 後來寫什麼 河川 海洋 所以叫山跟海 結果後來山海寫完之後寫植物 這個地方的水文怎麼樣 地理怎麼樣 找到什麼植物 寫完植物開始寫動物 所以就寫了很多奇奇怪怪的動物 那就變成中國第一本 智怪小說 因為有很多長得很奇怪的東西 這個老闆的公司 就叫山海經 他把公司取名山海經 他從裡面把一些怪物取出來 把它美化之後變成吉祥物 還滿酷的 還滿酷的 叫山海經 就中文的東西 你可以去英文做對照 其實裡面很多怪物 他拿 他收集了世界20個版本 那就已經是山海經的狂了 搜集世界什麼 他給我看 欸這好像希臘神話 哪一個怪物 多頭啊 什麼什麼 什麼那個美麗莎 不是 什麼什麼 那個多頭蛇 蛇腰 等等 發現很像 我說這好像誰喔 所以我就跟他分享 那個希臘羅馬神話故事 他說 聽起來也滿有趣的 因為這個人真的愛怪物 我跟他講幾個怪物 聽起來滿有趣的 我們之前講過那個Siren 你們講嗎 S-I-R-E-N 在老師的網站上 有一些同學沒聽過 稍微複習一下 S-I-R-E-N 叫做海妖賽人 這一位 看起來滿美的嘛 對不對 後來變什麼 海妖咖啡 所以各位喝的咖啡上面 其實是海妖 Siren Caffe 其實你身邊到處都是這個 希臘羅馬神話故事的代理詞 這是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 那天我跟那個老闆講 我說Luna Luna是月神 其實月神我認為就是嫦娥 東方就是嫦娥 西方就是月神 那他們之間很妙 就是人對看到的這些東西 都有一些想像 那就是寄予不同的想像 產生不同的人物 就這樣而已 好 就講回來 就是說自根是底蘊的東西 那也可以幫你快速的備單子 那如果需要快速這種工具類的 我也可以提供 因為我也被這個論文折磨過 這個我在南洋天演講過一場 叫做因我碩士求生之道 就是如何求生 最後有S-Vive 有S-Vive就是你有寫完論文 並拿到學位 這叫S-Vive 因為出國 不管出國多久 沒有拿到學位就是ZERO 那拿到學位 我認為就是HERO ZERO或HERO OK 就是0跟1之間 好 一一來簽一下 Territory Territory叫領土 我們看一下 這個PowerPoint各位都可以下載 在群組都有 當初設計你看 我是一段一段下來了 例句 They recaptured They recaptured the lost territories Capture Capture不是抓住嗎 為什麼Capture是抓住 因為CAP字跟頭 CAP為什麼是字跟頭 請問首都叫做Capital 後來資本主義Capitalism 很簡單嘛 所以CAP頭 那隊長、船長、船長 叫什麼等 叫Captain 不是頭嗎 帶頭的 很簡單 所以你要學一個字跟之後 趕快去想 你學過什麼單字 然後把它群組過來 那你可以下載電子書 老師都幫你證明好 了解52個字跟常見的 再來Mediterranean Mediterranean 叫地、中、海 因為Midi是中 然後地不是土 所以地、中、海 很簡單 它是被圍繞起來的 下面一個Subterranean Subterranean 地下 右邊Subway Terrestrial 所以我們生活的這顆星球 叫什麼球 叫地球 不是嗎 其實地球的另外一個 翻譯叫土球 因為地就是土 土就是地 OK 了解 土就是地 地就是土 所以有一位神名 叫土地公 你可以自己翻譯土土公 地地公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地土也剛講過了 所以土地、土地其實是廢話 因為土就是地、地就是土 OK 所以這個叫做 在名字 Terrestrial 地球上的 那如果Extra Extra 表示內還是外 外 所以它是Extra Terrestrial 簡稱ET 什麼人 外星人 外星人 就這樣來的嗎 地球外的生物 就這麼簡單 所以你要先懂 TER是土地 Terrestrial是地球的 Extra Terrestrial 地球外面來的外星生物 就這麼簡單 下面叫Territorial Sea 所以Territorial Sea 所以Territorial 這個字根叫做土 記得 好 122 一起唸一下 Text 編織變成編輯文章 一句 Text Every chapter is followed by Questions Ping 像這個Ping就是論文 很喜歡用的Ping Be followed by Be followed by 什麼 然後後面有什麼 Be followed by 所以每一章後面都有問題 就Be followed by something OK 來 這比較文言的說法 其實科譯上我們說 In my opinion 對吧 依我之間 可是如果你整個論文都 In my opinion In my opinion In my opinion 會不會被叫做嗎 會吧 那你沒有同一支 同一片語的嗎 對不對 可以換一下 As far as I'm concerned From my viewpoint From my point of view 對不對 這一次換 好 那需要咱們的論文俱行大權嗎 搬出來 啊 去吧 這一次換 來下面 The text of every chapter 再一次更 The text of every chapter is followed by questions 下面 Text messaging Mess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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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 下面一個請問一下 Textbook 差一個字 差很多 Text Data Data 每個人念Data 澳洲人念Data Data Data 每次不要打塔 Data 你要聽得懂 OK 下面Text edition Text edition Text edition 書的版本叫Edition 因為EDIT叫編輯 因為編輯不同版本 好 E3一起念一下 Tracked Tracked叫拉 所以剛剛的吸引還記得嗎 Attract 本心還記得嗎 Distract Attract Distract是什麼詞 動詞 動詞 應該是動詞 怎麼知道是動詞 其實有原因的 為什麼 第一個字來請一下 Attract 當你在英文當中看到A重複子一 A重複子一 以這個字來說att Att APP ACC 很多這種字 這個at 就是 拉丁文 這個拉丁文 ad就是 true 這個true 中文一個字 叫做去 去做某一件事 應該是什麼字 應該是動詞 所以這種開頭的字 如果後面沒有加字尾的話 通常那就是一個動詞 就這麼簡單 比如說接受哪個字 accept 那就是個動詞 但它可以改名詞 可以改形容詞 OK 好 所以在領詞 Attract 去把它的注意力拉過來 BIS否定 分開來拉 一起念一下 Distract 好 動詞你會了 請問可不可以換形容詞 Attractive Distractive 請問可不可以換名詞 Attraction Distraction 所以別人背一個 你已經六個了 OK 可以再延伸 好 隨便再舉個例子 譬如說合約 合約就是把甲乙雙方拉過來 一起簽約 Contract 好簡單喔 不是Contract 拉來一起簽約啊 甲方跟乙方都要過來 對啊 那後來承包商就是Contractor 就是大包包中包 中包包小包 小包包小小包 一直放到包出去 這樣 好 所以這裡是 Attract Distract OK 所以這個attract 請看 下面 例句的部分 The Garden City 一個 The Garden City attracts many tourists 花圓城市 花圓城市 應該講的是Singapore 新加坡 下面attractable 你可以回家試看看自己把它切割 AT去 T-R-A-C-T拉 A-P-L-E可以 可以拉過來的 可以回新的 下面一個attraction OK 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 有一家叫ATG 下面attractive OK 下面drawing OK E4 UNI代表E 剛講過了 母音代換 最簡單的 是日本那一家 所謂評價都市 對 叫UNIQLO 其實它是 獨一無二 UNIQLO 後來被日本人唸歪了 就變UNIQLO 就這樣 就像truck會變T-R-A-C-U 是一樣的意思 所以來聽一下 Unite Unite 從1 She Unites She Unites Common Sense and Vision 把嘗試跟見識 後翻遠見也可以 把遠見跟嘗試合在一起 OK 下面United 像現在我們同時有在直播 直播 剛才我們班上沒有超過50人 但是你知道網路直播多少人嗎 我們來測試一下 245個人 現在工具非常厲害 工具啊 工具非常厲害 200個人就直播 就有200多人在線上 當然是內地的平台 可以啊 我們現在來馬上去看看 網路升級的地方 就在這裡 有一個網站平台 你可以下載APP 如果你想打招呼 可以到我的手機前面玩嗎 這網站叫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 很多很多直播 年輕人在直播 年輕人一直試過 但我覺得 人生不上的比較好要 好 所以很多人在直播 你可以打 六個數字 127 好 對 就逃不掉 我都用這個 127888 找到127888 這是我兒子的 可是平關可能會吃得比較重一點 而且同時在用手機的流量 所以他可能會承受不了 你看一下 實際上這個單字裡面 Attractable跟Attractive 這個 這兩個都是其中詞 對 他要使用上面的時候 他要走去分別 好 看那個例句 就是海詞而已 他們卡住了 如果你們用手機好了 因為我現在兩邊的流量 可能會承受不了 你可以看那個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 花椒直播 就會看到我們現在正在直播 OK 如果你想跟大家打招呼 就到了手機前面晃一下 就這樣 好 那看例句 我們回來講例句 例句很簡單 剛剛Yahu問了 Attract 其實這個在考試也會考 這個嘛 好 所以 有吸引力的有魅力的 Attractive Attractive 好 看例句 Ice cream is attractive to children 那這很白話嘛 來一起 Ice cream跟 Ice cream is attractive to children 喔 對孩子們非常有吸引力 那我現在把它改成另外一個 叫Attractable 在這兒 不一樣喔 叫做可被吸引的 Attractable 不一樣喔 雖然它都是形容詞 所以你看一下 它這裡沒有 沒有 沒有 那我們如果海詞查不到呢 我們之前有給各位另外一個網站叫 JUKUU 巨庫 巨庫一樣是資料庫 JUKUU 巨庫 那巨庫的話呢 你就把這個字打進去 Attractable Are Attractable 是什麼東西是可以被吸引的 OK嗎 OK 好 譬如說那個 剛才講是冰淇淋 對孩子們來說是有吸引力的 那反過來講就是 孩子們可以被冰淇淋吸引 OK 所以兩個完全相反 好 這個透過什麼 知道 畢句 因為從詞源的分析都是形容詞 好 所以無法分別 考試考過什麼呢 prepared the ready 準備好的 the 跟preparatory 預備的 這兩個都是形容詞 但是用法不一樣 軍事預備學校 用preparatory 已經準備好的 ready 就是prepared the PP轉形容詞 好 我覺得這張相似 好 所以下面一七年加 united unification united nations united nations 然後 urban 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字 跟一七年加 urban 都會去 in some developing in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more and more people are migrating to urban areas 好 urban你會了 前面加SUB 變成市中心以外的郊區 來請問一下 suburban area urban area 很簡單 urban renewal urban tribe urban tribe 這當然是很有趣的另外的說法 因為tribe是原始部落 可是他講城市族群 urban tribe 16 這個現代人在用一些字 都不是按照本來正規的那個用法 他有點那個反諷 或有點其他的意思 VAC代表空 一請一下vacation vacation school go school is closed on the summer and children or on va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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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系詞搭配 on vacation 那如果執行行務當中 on du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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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uty又叫做睡 機場有一種店叫 duty free shop 所以你可以聯想非常非常多東西 下面vacancy vacant vacuum 後面叫machine vacuum machine 兩個you of vacuum machine 叫吸塵器 那這個聯想呢 這些聯想呢 其實都可以被歸納成三大類 圓圓拿三類 自行 自音 自矣 聯想永遠不脫離這三個 行 陰 意 行 陰 意 對不對 行陰意 現在你可以看一下 自行自音自義 行陰意 聯想金三角 對不對 永遠是這三個 記不記得剛才有一個平衡對稱 SYM 讓我試一試 MV TRY 是不是行陰意 行 SYM MVTRY 音 SYM MVTRY E SYM讓我試一次 所以三合一 三合一是最厲害的 重複三次了 自行也聯想 自音也聯想 自義也聯想 全部都聯想 自行自音自義 不是那麼強效的狀況 至少要一個 最好三個都有 所以你學到任何一個東西 就立刻自行自音自義聯想 自行自義自義聯想 幾次之後就幾乎不用備了 OK 好 所以來一聽一下 Invade 最後 來 請看第一句號 The Normans got The Normans invaded England in 這個怎麼念 1066 for 1066 1066年就是十一世紀 這個諾曼人 其實就是諾曼地大公國 白話就是法國人 法國人在十一世紀 統治了安格魯撒克巡人 所以當時的官方語言 當然是法文 所以當時的英文 是很low的地方語言 所以英文裡面有將近三成的字 自根是法文來的 後面就會講到 好一聽一下 Invader Invasion Invasive Invasiveness Invasiveness 好 所以我是在研究自根的這五年 才深刻的發現 喔 原來歷史是有用的 因為當你懂了歷史之後 你就喔 這個字是什麼時候出現的 然後這個字是大概什麼樣的意思 譬如說有一個字叫manufacture manufacture 他是用手工還是機器 手工 那manufacture用手工來做 應該在工業革命前還是後 應該是前嘛 manufacture 所以跟歷史都有關係 好 那在什麼樣的地理環境當中 也會產生什麼樣的概念 譬如說在華爾這邊 不要算正式的話 華爾這邊 亞洲這邊 就產生了所謂甲骨文 跟歸殼 這個普世跟普化有關 甲骨歸殼上面的東西 那在西方那邊 就是那個培尼基語、斐尼基語 他們英文的甲骨文的概念 那他們就是當初也是畫一些圖 像形指是會議形成 後來延伸轉著跟講解 其實道理都一樣 兩邊都同的 這非常有趣 這名字manufacture 所以你有研究字跟研究到 竟然東西方的人文化不同 但來源竟然相同 那講一個好了 前面有講過 不過有幾位同學第一次聽 可以讓你們稍微有一些概念 英文有一個字叫 antepe 啦 ok來請你將peep peep這個字如果你有背過的話 他叫偷窺 peeping 國外有一個說法叫 叫Pipping Tom 中文翻譯 偷窺狂 所以請問叫Tom好不好 不是很好的一個名字 但大部分的人不知道這個典故 所以我們覺得哇 Tom是一個憨厚的孩子 很多台灣人都說Tom聽起來蠻憨厚的 還說你說你那樣 但你如果懂文化 你就不會去叫Tom 因為Pipping Tom 有偷窺的感覺 所以在老外的思維 他是研究這種講法 OK 所以像Rudy Rudy是不是一個好名字 不是 因為Rude跟粗魯有關 所以Rudy翻成中文叫大老粗 你希望你的兒子叫大老粗嗎 This is my son 這是我們家小犬 叫大老粗 這樣不是很好聽嗎 所以就不應該取叫Rudy 因為Rudy Rude跟True 再來就是Crew的粗糙 我們就是粗糙粗髒 那這個字為什麼叫偷窺 在裡面是P 原來兩個P是兩隻手 兩個E就是兩顆眼睛 所以偷窺的標準動作 對 偷窺已經做出來了 今天有點手慘 不知道是什麼 那你可能平常用滑鼠嗎 好耶 今天用這個觸控板 好 所以兩顆眼睛 好 你說老師 那是英文才這樣嗎 不對 中文也這樣 中文有一個鑽體 鑽體就是在春秋戰國秦朝左右 那時候用的一個字體叫鑽出 好 鑽出 鑽出的看 上面就是一隻什麼 手 我用草寫好了 下面就是一個什麼 麥芝 你看 東西方文化 不同的來源 很相同的概念 好 如果你問一個基督徒 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他說我們都是神的子民 他也沒講錯 那如果你問一般人 為什麼會這樣呢 東西方不同字母 不同詞源 怎麼會有同樣概念呢 因為我們都是人 因為我們都是人 都有手 都有眼睛 當你要看清楚一個東西的時候 你就會擋光 所以一樣 只要是人就有共同情 好 很有趣 好 下面 the weather here 個 the weather here is variable 或者另外一個說法叫 changeable 片語出現了一件 variety 後來的片語叫 a variety of 各式各樣的 再來 various 等於 all kinds of 最後動詞 vary 那 vary剛才講過動詞 再來 variate 改變是不同 最後兩個 法文字根來了 con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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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s held in Houston OK 這個Houston也是那個NASA NASA的總部所在地 修士頓 所以之前電影裡面 像這個 像這個就是什麼 典故 典故 因為在那個太空說的電影裡面 他們拍真實的實踐 好像是挑戰者號 Challenger 可不可以記錯的話 他們後來上去 然後再還沒有出地球大氣層 然後就爆炸 然後六個人還是八個太空人就罹難了 就是這個悲劇 那後來被拍整個電影 那聽說在太空說上去 他們發現機器故障的時候 他們講了一句話 叫Houston We got a problem 那這一句話對全美國 三億人來說 叫做共同回憶 心理學的說法叫collective memory 因為全美國人都經歷了這一次的悲劇 太空說上去碰 死了很多人 所以他們都有這個記憶 好像台灣人 你有看新聞 你也知道這次的華航抗議 這就是共同的回憶 在心理學叫collective memory 很有趣 那這個collective memory 就會被拿來怎樣 口語使用 譬如說有一個老公到休士頓出差 或者到波士頓出差 然後他老婆不一定在休士頓 可能在紐約或哪裡 然後開車開到一半拋馬了 他打手機給他老婆 Houston without a problem 他老婆就知道他碰上麻煩了 就這樣 這你要怎麼解釋 你要怎麼解釋 就沒有辦法解釋這文化 就是那個地區 該地區人民所擁有的共同回憶 所創造出來的一個特殊用法 好像台灣人也有某一些特殊的用法 就是住台灣的人會知道 好 再名字convention OK 下面contemporary convenie annual convention 後來這個一起來 變成了集會大會對不對 convention後來變風俗習慣 風俗習慣 因為大家都這樣做 台灣人農曆七月半拜什麼 好兄弟 這就是一個convention 如果你是基督徒可能不用拜 如果你不信你可以不用拜 好 最後一個 120 一幾年這樣convert convert 最後講完下課 待會兒人格問問題 they converted the garage into a theater 把車庫改成戲院 下面divert etrovert 往外面轉 那你猜etrovert的相反叫什麼 叫introvert 往裡面轉 那我們在台灣不用微信 我們在台灣大部分用line line裡面有一隻熊 台灣叫熊大 英文叫brown 請問熊大你的那個圖感覺起來 是個actrovert還是introvert 他不是老師往內轉嗎 那個兔子看起來就是怎樣 actrovert 你看他塑造的個性很鮮明 熊大老師非常欺負 有這種感覺 好 下面overt OK 這是新的網址 OK 127888 看看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 拜拜